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带着新鲜芒果粒的酸奶芒果雪糕 屏幕上这些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材料 这些材料的总重量是400克,我一共做了8个雪糕 先把芒果外皮洗干净,然后把它切开 用一个杯子贴着皮往前推,芒果肉就出来了 把一个芒果的肉切成小颗粒,其余的切成大块 把柠檬在菜板上用力揉搓几下,切开 把半个柠檬的柠檬汁挤在切成大块的芒果里 然后把这个芒果倒在打汁机里,加入糖浆 再加入一盒酸奶,搅打均匀 如果酸奶溅到打汁机的壁上可以用勺子刮一下 然后继续搅打 准备好做雪糕的容器 每个容器里装一半打好的芒果酸奶浆 再把切好的芒果粒平均的分配到容器里 我这里一共做了8个雪糕,看一下大约差不多就可以 然后用力的颠一下,使得里面尽可能的没有缝隙 再把剩余的芒果酸奶浆加在容器里 最后盖好盖子,放在冰箱里冷冻最少要6个小时以上 不然的话可能冻不结实 吃的时候拿出来把外壳冲一下凉水 表面有一点融化以后很容易就脱模了 这样芒果酸奶雪糕就做好了 注意看一下,每个里面都有鲜芒果的颗粒 自己做的没有额外加水,比较柔软 很容易就融化了,所以我们吃一根才往外拿一根 好了,今天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 请客观看,谢谢观看,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